你18岁就大学毕业了 在新华社工作了一年 你也是三年博士就毕业了 我的硕士学校肯定比我本科学校要好一些 然后我的博士学生比我的硕士学校要好很多 我现在做Five的学校其实比我博士学校还要好 中国学生就属于太小一直被父母在安排着 到了很大年纪之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Hello大家好 我是Iris 今天这期视频呢我采访到了我的母校 美国约翰霍普基斯大学应用数学与统计系的副教授许严勋 那我在GHU读博士的时候 经常会跟彦勋一起吃饭聊天讨论学术 我觉得他的人生经历非常的有传奇色彩 彦勋跟我年龄相仿 不过他18岁大学就毕业了 先是在新华社工作 后来又机缘巧合的走上了科研的道路 33岁就成为了GHU的终身教授 算是我认识的同龄人里面的佼佼者了 我觉得他不算是传统意义上一路名校上来的学霸 更多的是凭借自己的热爱和选择 一步一步的进入到更好的学校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彦勋的故事吧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属于那种 大家都会夸说很聪明啊 后来像神童啊这种 因为我读书比较早 所以我比我同年级的平均小 那么大概一到两岁 我是2005年到2007年 在北航读的数学专业的本科 所以你18岁就大学毕业了 所以就18岁大学毕业 大学体前毕业这件事情 毕业之后我父母才知道我毕业了 他们最开始以为我必须要开除了 真的吗 对啊 你瞒着他们做的这个 对他们也是不知道的 对我是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 开始觉得说体前毕业是一个选择 所以我大一下的时候 所有的大一下大二下大三下 所有的数学考试全部考了 然后等到大二上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大二上大三上大四上的 是一起考了 我的大二下半学期的时候 主要其实在做毕业了已经 然后顺便也考了JRE 在这个过程中 的确也锻炼了我的自学能力 因为没有一个连贯性 其实带来了一些challenge 相当于大一下的时候 我是在学大一下 大二下 大三下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real analysis 是大三上上的 然后function analysis 可能是大三下 那这样的话相当于 我要先学function analysis 然后再去看real analysis的东西 如果现在让我回想那段经历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学的东西的确是不那么扎实 可能只是应付过去了考试 有一个还不错的成绩单 等博士期间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当时那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其实是不太利于这种系统性的去做研究的 在我2007年在北航毕业之后 然后我在新华社工作了一年 大家可能会比较疑惑 新华社跟数学有什么关系呢 是有关系的 新华社有 它有不同的部门 然后它有比如金融信息平台什么的 所以我当时是在新华社的金融信息平台 工作了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新华社那一年 也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个丰富 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就是在那一年发生 我会跟着他们去采访一些 比如社会比较有社会新闻价值的 企业的领导 或者一些社会不同层面的 比如之前有一期关系农民工主题的这种 我会跟着他们去采访 或者像留守儿童这样的 之前新华社有传奇记者 比如说一个人深入某个地方打黑除恶 去揭露当地的 班场上的可能一些比较黑暗的事情 或者还有一些就这种战地记者 然后战地记者会跟我分享 他们在比如像阿富汗战争这种 他们亲眼所看到的很多事情 我觉得有很多 就是比较exciting的事情 也有很多比较伤心的那些故事 比如说有一个记者曾经告诉我 说他亲眼看到 比如说子弹从一个人头上射过去 他就一个月都没有睡好觉的这种 那年刚好像08年我在新华社的时候 刚好汶川地震 就是我也是看到了很多同事 他们就真的是第一时间就跑去了一线 去了四川 然后去采访 然后去报道 所以我当时也是很 就是很感动 我觉得就这段经历给人生 就是我觉得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视角吧 这是一段特别好的经历 听到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天哪 就感觉记者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 为什么工作之后又想要回学校读书呢 就是很早大学毕业之后 你18岁过早的步入社会 如果工作的话 所以当时觉得那就可以继续深造 所以在新华社工作的那一年 就同事也在准备美国的申请 当时你有决定说要做科研吗 有没有想到直接升博士呢 当时我只是觉得说年纪太小 觉得还是去继续学习一下会比较好 德州科技大学 它是唯一当时一个硕士给了全奖的学校 硕士有全奖 因为其他硕士都要自费 然后就它虽然学校可能排名不是很高 但是它是唯一一个硕士给了全奖的 当时我其实没有那么确定说 自己想去走科研这条道路 因为那一年我在新华社这种金融信息平台 所以我当时想的是说 我可以硕士读完 然后找一个金融方面的工作 所以就去了德州 读了一个这个统计的硕士 我是在读硕士的过程中 然后发现了自己对科研特别感兴趣 所以就决定了就申请博士 后来你是在Rise读了一个PhD 而且你也是三年博士就毕业 对 又是非常快的速度 博士大家可能都是正常是五年 但是可能跟你research的进度有关系吧 我在博士期间已经发了很多篇paper了 不到十篇吧 但是那年毕业之后 我又觉得好像paper的虽然数量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好像quality不太够去找这种top学校的faculty position 所以我又去做了两年的post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 我要不然去一个比较top的学校做faculty 要不然我就去工业节了 我申请了那么大概一二十所学校 都是在比较top的 比如top50这种 到现在都记得我当时是2014年11月份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正在纽约玩 然后在时代广场走了 然后突然收到了迷尼苏达大学生桶系的面试 当时就特别开心 是第一个 你收到第一个面试吗 对对对 我收到第一个面试 我当时开心甚至都忽略了有 时代广场有那种玩偶跟你拍照的那种 他们都会骗你钱的那种 我当时因为太过于开心了 我忽略了他们就过来跟我拍照 我说好啊 然后被讹了10块钱 然后当时就是有种就是觉得很开心 受到肯定的感觉 之后就有第二个对耶鲁大学的 之后就是约翰霍布金斯 然后还有UCLA的 然后还有I'm dancing cancer center的 那你在面试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我第一个面试其实表现的不好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毕竟是第一个面试特别紧张 虽然我导师帮助我practics talk了 但是还是很紧张 就大家都会紧张 他不是说你不紧张 你就可以不紧张的 第一个面试的时候 就是讲的过程中 你太过于紧张 可能譬如说你说话比较快 但在那种状态下的时候 你可能也不会觉得说自己讲的好或者坏 直到别人开始 最后开始问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回答问题也是有技巧的 如果有一个东西 你是完全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小时候可能打政治卷子 或者圆卷子是说 不管怎么我先写一些 对但我发现research不是这样 学术节不是这样的 一扯两句的时候 别人可能会对你有negative的印象 但是那个时候 我可能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 然后就是别人可能提到 比如说一个方法可能是关联的 但是我恰恰的没有去看到那个方法 所以我当时可能 我都忘记我说了什么 但这个可能就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印象 你觉得你一路过关斩将 走到今天成为个tunnel professor 最重要的让你坚持到现在 觉得靠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选择吧 就是在人生的每个节点 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你去读大学 读哪个大学 读什么专业 那个时候可能很多 可能也是有父母的一些安排啊什么 但我觉得从大学提前毕业这件事情 开始之后所有的人生的大的决定 都是我自己做的 可以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我经常会有比如说国内的父母的朋友啊 或者什么来找我联系 问说小孩要申请 问我找问我一些意见啊什么的 我会经常发现是在整个过程中小孩不露面的 就是都一直在是父母说我家小孩想做什么什么什么 我家小孩应该怎么怎么做 他应该去读什么专业 他应该去什么地方 我觉得就让我感觉就是现在的小孩 很多时候是不是在父母在一直在给安排 甚至到了研究生博士阶段都是父母在安排 我会说你让小孩自己来跟我联系 就是我得跟他聊 才能知道他想要什么 给他一些比较切身的意见 而不是父母就经常就只是给我发过来他哪个学校的 哪个专业的GPA是多少 就有什么建议 中国学生就属于太小一直被父母在安排着 可能到了很大年纪之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你如果一直都是父母在安排 你总有到某个时间节节 安排不了 对你是要自己去做决定的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做出一些可能不太好的决定 因为我之前有很多朋友的例子是那种 之前父母之前安排的很好 然后等到自己要做决定的时候 可能做了没那么好的决定 然后之后就有一些心理问题啊什么 所以我说选择的重要性 就像大学提前毕业 然后去新华社工作 然后决定要出国 这都是我自己决定的 然后去读了硕士读了博士 然后做postal申请faculty 我敢说从那个之后 我人生的每个决定都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你现在才这么有动力 因为你其实真的是在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每一步每一步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做的 对 很多中国的家长就是大家比较看重结果 他们总好像就是有一个终点 然后这个终点完了之后的事情好像就再也不考虑了 其实是每一步的过程都很重要 对对对我觉得是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看这种过程 就不要那么看重结果 像我的人生 你如果看结果上面来说的话 我的硕士学校肯定比我本科学校要好一些 然后我的博士学生比我的硕士学校要好很多 然后我现在做file的学校 其实比我博士学校还要好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就是有点不太不可思议 因为一般来说都是你去做教职的学校 其实比你毕业的学校要差一些的 但是在这些一路选择的过程中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必须要怎么怎么 我必须要去个排名更高的学校 我必须要去个好就业的专业 就是我觉得self motivation 其实才是就是你做这一切东西的驱动力 对不要想那么多结果 它那些东西可能自然就会来了 你按照你的内心去选择的话 那些别人看起来很好那东西 它自然就会找到你 是的 感谢燕勋的分享 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副内容了 接下来的这期视频 我还会跟燕勋深入探讨 大家关心的学术界的那些事 包括在美国顶尖大学做教授的体验 从导师的角度如何看待师生关系 以及研究生的申请和科研干货等等 大家最感兴趣哪方面内容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呼声高档或优先安排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打多一键三连 这些转发关注哦 那我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